科学实验,空间站Expedition 6的指挥官,通过旋转设备,使较重的液体挤到了外部,而气泡留在了中间那发,很多政府和私营企业都定制了前往火星,建立殖民地的宏美目标,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行星被发现,用世代飞船进行太空殖民的建议,似乎变得更为可行。 然而,太空中的漫漫长路,对人类而言并不友好,主要技术瓶颈之一是,需要为船员提供足够的氧气,为设备提供足够的燃料,不幸的是,太空中只有极其微量的氧气。 但现在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,使用半导体材料在零重力环境下借助恒星的光照,可以把水分解成氢气作为燃料,和氧气支持生命,从而时长时间到空间旅行成为可能,将太阳近乎无限的能量转化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可用的动力。 是当今世界上最重大的技术挑战之一,随着我们从石化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,研究人员对工业化产出氢气,抱以极大的期待。 最好的方法是将水、H2O分解、禽和氧,这可以使用被称为电解的技术,使电流流过还有一些可溶性电解质的水,水分子分解成氧元素和氢元素。 最后它们在两个电解数被释放出来,虽然该方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,但当我们推广青能源的时候,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,例如氢气加油站,而它的效率始终不能令人满意。 太阳能、电解水产生的氢和氧也可以用作好天气上的燃料,在火箭中电解水产生氢气,实际上比直接在火箭上安装氢气和氧气燃料管更加安全,后者在操作过程中发生爆炸的几率更高。 有两个选择,一个是电解,就像我们在地球上一样,使用电解质和太阳能电池收集阳光,并将其转化成电流,然后用电来分解水。 另一种是使用光吹化剂,插入水中的半导体吸收光子,然后是放出一个电子,留下一个空穴。 自由电子可以与质子它与中子一起构成原子和在水中反映形成氢,同时,半导体空穴可以捕获水中的电子,形成质子和氧。 这一过程也可以逆转,可以使用燃料电池,将氢气和氧气结合在一起或重新组合,从而吐出光吹化时吸收的太阳能,这就变相地成为了一种储存太阳能的绝佳手段。 水是该反映的唯一产物,意味着整个过程可以反复循环,这才是长途太空旅行中的关键所在。 使用光吹化剂的工艺是太空旅行的最佳选择,因为相关设备的重量远远低于电解工业所需的设备。 理论上讲,它应该很容易,不放是因为外层空间中太阳光的强度要高得多, 而地球的大气层在吸收了阳光中的大量能量,控制气泡。 在最新的研究中,科学家放弃了光吹化的完整配置,在120米的高塔上,建筑降落创造了类似于微重力的环境。 研究人员证明了在这种环境中确实可以成功分结水。 然而,当水变成氢气和氧气时,产生了气泡。 一旦形成气泡,就必须要从催化器材料中除去它们,气泡阻碍了后续的反应过程。 在地球上,重力是气泡自动跳浮到表面,为催化剂释放空间,以便产生下一个气泡。 在零重力下,这是不可能的,并且气泡将停留在催化剂上。 然而,科学家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,通过创建一个金字塔形区域,来调整催化剂中那米基特征的形态。 其中气泡可以容易地从尖端脱离并漂浮的介质中。 但仍有一个遗留问题,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,气泡将留在液体内,最终它们和液体形成了泡沫状的物质,也会极大影响到催化反应的效率。 解决这一问题将成为在太空中实施水分解的关键。 一种容易想到的可能方法是利用航天气旋转产生的离心力,将气体从溶液中分离出来。 本文一字3C Art有意者Major基于创作共用协议,BiNC发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